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许大老师老师来,咱们说几句李光满和人民日报 李光满的这个名字我相信这几天一定是出现在各大媒体,大家应该不会不知道他是谁啊 几天前吧他有一篇这个 一场深刻的这个变革正在进行 然后这样一篇文章的话呢 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以后啊 让各大的这种这个反华反共的这个独论运的媒体和一些这个潜藏在社会各个层次里面的一些反贼公之恨国党们呢 高兴的不亦乐乎,感觉中国的这个文革的春天就来了 中国马上这个二次文革 就要来了,甚至有人标题就中国文革2.0已经到来 习近平二次文革的德语是习近平二次文革发动的这个失误之处 想的不够周到是什么什么,就编了一大堆吧 最早呢应该说我看到这个二次文革的提法 其实这个并不新鲜 早在这个1415年的时候我就记得这个 当时这个 不是这个习主席刚上台以后提出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 然后就有人说这个不行 这样下去的话呢国际关系越来越差 而且中共的腐败的话呢一定会导致二次文革 就会发生啊 结果呢等到现在也没来对吧 包括说18年的这个美国单方面 对中国发动这个贸易战 然后又有人提了这个文革 一定会来 那么一样也是没来啊 但这次的话呢这个当然文革还是没有来 但是呢这个确实啊这把火是烧得很厉害 先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国台办 那个主任出来说了话嘛 当时呢我就没有评论因为我觉得这个级别肯定不够 然后过了几天的话呢老胡就来了 老胡呢但是他的立场大家知道老胡一贯是那种这个 这个把自己位置放得很低 然后呢这个打着原场的这个 说说 说一些这个半真半假的话呀 这个呢你你去批判那个完全是很正式的 被各大的一些党媒 刊登的这样一篇文章的话呢 你去博博这样的一篇文章不合适啊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 再往后的话呢这个刘鹤就出来了 刘鹤的话呢这个级别我觉得完全够 这个级别够啊 但是好像这个火还没有完全的 平下来 所以呢整个整个的这个今天呢 你看到这个人民日报又又发了文章啊 把这个刘鹤副总理说的那些东西吧 整个的可以说是 强调了一遍啊 应该说之前这个 李光满那篇东西的话呢 呃出来以后的话我看整个社会各界呀对这篇文章的态度啊 基本上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每次有一些什么事件或者一些人物出来以后的话呢我最爱看的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反应 因为你从这个反应里面你大致能够知道啊就这个人一贯的这个立场是什么 基本上我看大多数的人还是批判就不同意 你比如说你像我呢就是 觉得那那种文章简直就是臭不可闻 就是完全是一个文革余孽啊 就是那种你你你你你就是完全是一个精神的红卫兵对吧 就是要批判那种什么黑五雷抽老酒 煽动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情绪 甚至是民粹啊 整个的通篇的里面没有 对事实的论述 没有数据的引用 没有观点的这个这种探讨 只有情绪的煽动 什么这是一场变革呀 也是一场革命呀 而且要催枯拉朽啊 刮骨疗伤啊 什么红色回归血性回归啊 没有一个人会忘记历史的教训 但是总有那么一批人每当有事情出来他总要那么牛几下 总喜欢举着这这种道德主义的大旗啊 举着这种 我不想说这四个字啊 毛左的大旗 来打压批判他想打压的那个人 这个李光满是谁呢 就在那个张文宏的那个风波里面 他就是批判张文宏 病毒共存论是投降主义的人之一 所以你看到整个的这个事件一出来的话呢 像那个什么 司先生对吧 就是整个的那个脑袋背 这样一下的那个司先生 就其他人都在骂那个李光满这个司先生的就出来打个圆场 说了各种各样有的没的嘻嘻哈哈说了一大堆 最后你一听这个这个意见的话呢就是站在李光满那边 所以很多人的这个立场一贯是一致的 包括有一些这种 这种怎么讲反贼恨国党吧 直接就开始说了这个你你你你你这胡锡进不识台句啊 你以为你是谁呢 你是一个野生的官方发言人对吧 你怎么能够批评 当今的皇帝这个那个他这个话里面有两个无知的地方 第一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独播音的媒体 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些这个 这个公知党这个公知的这个恨国党 残余 国内没有市场只能到这个 大量是这个反国贼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就反反反共反华了恨国贼的这个油管平台上来了 很多人这个很多这类频道的话呢一直说这个习近平改宪法做皇帝 这个话一听就是没有知识没文化就是故意啊 瞎说霸道 反正看的人也也也也未必当你是真的有一个瓜就吃的有有一个戏就看着 我们领导人反正据我知道连个儿子都没有啊 他就江山 传给谁呀 这些钱搜刮来以后传给谁呀 这不一听就胡说八道吗 第二 说一直在说中中共的这个二次文革这个那个 第一次文革大家都知道吗对吧当时毛泽东的话因为他是 被迫的是退居二线 他想要这个重回这个党的这个核心要拿回这个权力吗 他没有办法从内部所以就从外部来发动了这次的这个革命啊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而你看看现在的习近平整个的他在这个位置位置上面已经做了九年了 整个的这个权力可以说是越来越稳固 他需要他需要拿回什么权力呀 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 所有的国外的媒体 都是 都是很奇怪 都是一边叫的中共的这个 党争越来越激烈 叫的中共的这个 内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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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谢斗 越来越这个火爆 但是呢一边又承认中国威胁 承认中国的这个经济啊 确实是越来越好 这你不矛盾吗 自己抽自己嘴巴吗 真的那么乱的乱的话 那你那你整个就让中国搞死自己不就完了吗 就是一帮人胡说八道啊 唯恐天下不乱 然后呢有机会出来就跳几步 对吧 还有一些人呢借着这个机会就 打压一些他他平时就想打压的人 有些人本人就是那那种人品就是坏的人 咱们就这个 我希望广大网友啊 能够看看清楚 不是他今天 在嘴巴里面叫的这个美国是什么什么什么对着美国乱乱开枪的人就是好人 希望大家能够看看清楚 咱们说回来啊 整个的这个每年有一个北戴河会议吗 今年那个北戴河会议以后整个 我们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 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对吧 尤其这个三次分配 应该说引起了大家广大的这个讨论和反响 而且呢 之前的话呢由于没有像整个社会啊 打过招呼做过解释 所以说大家纷纷是感觉是 可以说是很多中产 就中等的这个中产以上的人吗 都是不寒而立 这个反正咱们也不用回避 实话实说啊 不寒而立 然后整个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话呢 哪怕没什么钱也会觉得不明觉理 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但是就觉得这个政策很厉害啊 就这种感觉 因为你什么都不加解释 突然之间有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看到的是一篇 红卫兵式的 煽动性的文章 就像一篇大字报一样 那那什么意思呀 而且被那么多的官媒转载啊 然后有人就说了 他说这个 李光满也好 胡锡进也好 这两个人其实都 不算什么 只不过是拿来这个试探 这个老百姓 民情的工具而已 这个话呢 我觉得 你能说出这个话呢 那就是证明啊 你 还是 还是办懂不懂的 我 我不太同意 我觉得李光满确实不算什么 虽然说他也是这个 观察者网的这个专栏作家之一啊 这反过来也是 也可以说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观察者网的这个节目啊 就是 分人 有些人我看 有些人我也我也不怎么看 但是反过来像观视频的话呢 我会经常看 因为那个的相对来说吧 他 他不像观察者网属于那种官媒的那个 半国家队的性质啊 他相对来说的话呢 资本媒体嘛 因为李世默他本身是一个 玩VC的 而且呢 又是 玩VC的人 大家知道啊 他你光光研究这个 金融学肯定不行 你必须要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他就在这个过程中 把整个的中国共产党 可以说是吃透了 算是整个目前国内啊 我觉得 为数相当少的 不是为数不多 而是相当少的 能够用着流利的英语 就是用着那种 native speaker的那种用词的那种英语 能够跟 国外的一些学者专家 能够这个流利的辩论 的一些这个 这个 我国的这个 中国社会制度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他不能说是学者吧可以说是社会学家吧这样的一个人啊 确实我我我每次他有一些这个节目和 一些这个 新新的一些言论出来呢我也会看啊 我也会看 观视频大量的一些节目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比较尊重事实 他是在用事实说话而且有的时候的话呢 我更希望的做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跟 国外进行讨论也好辩论也好 当然前提你得分哪 是谁 大家知道不是所有的这个 观点都是可以辩论的懂吗 有些东西是立场 立场是没有办法辩论的 有些人就说你为什么老是去说那个 佛罗里达的那个那个琴胖子 那废话 我不说他我说谁呢 这个人他不是观点的问题 这个人就是立场 立场是没有办法辩得懂吗 辩论只存在于什么东西 或者咱们叫交流 对吧不要说的那么 火药味十足 交流和辩论只存在于两个理性的人之间 我们对于事实的了解 有偏差 我知道的你不知道你知道的我不知道 这样情况下没有我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最后我们两个人都是理性的人 这样的时候你最后啊你能够得出一些 比较客观的结论 这个辩论是有意义的 但是很多时候啊 你像整个的这个油管 这个就是一个战场 就是一个舆论 舆论舱舆论舱一直就是战场 战场就是打仗 就好像你走在街上你碰到一个流氓 流氓夸的就给了你一刀 你还跟他讲道理吗 有用吗 他把刀已经掏出来了 你说你别急 我先打一个电话 我先打一个电话问问我是不是可以请就 请警察叔叔过来他他他能理你吗 你看见流氓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你你就跑呗 你跟他讲道理有用吗 舆论厂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舆论厂 他要的就是结果 而且对方用的手段全是下三烂 你你还跟他李克中李中克 没有用啊 包括我们国内很多国籍是 中国国籍的人类 也也在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啊 为什么我特别要说国籍呢 因为有些人就喜欢拿国籍说事 所以不是啊 就是说这个 所有的这个 舆论厂都是可以讲道理的 舆论厂从来不可以讲道理 没有道理好讲 就是立场之争 只不过有些人的喜欢用事实说话 有些人的喜欢用 咱们说句不好听的 用选择性的事实说话 他那东西是不是事实呢 是的 但也不是啊 那像我的话呢 我还不太喜欢 用选择性的事实啊 至少我自己觉得啊 我还不不太喜欢用 咱们最后再说几句啊 杰哥伟 整个李光满这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李光满无足轻重 他可能就是一个 投石的一颗这个 问路的一颗石子 他看的也许是一个名情 但是胡锡进一定不是 胡锡进是灭火的 他他的这个想法 他的这个说法 能够在这个位置啊 做那么多年 小20年吧 环球时报总编啊 这个位置能做小20年啊 他虽然说不像人民报那么 那么级别高啊 那么这个 规格高 但他也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党媒之一啊 人民日报大量的是内宣 环球时报有内宣有外宣 开着频道的这个自媒体 你如果是 真心希望中国好 你不就是在为中国 中国整个的这个话语权 做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声吗 也不就最多就这样了吗 所以说老胡他一定是这个不是说投石温老胡就代表着国家的想法 包括你看后来的这个刘鹤和今天的这个人民日报 这彻底说明了呀 我相信这个国家的政策啊 不是 肯定不是杀富济贫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你今天为止 对吧 你整个的这个 舆论场的火可以说灭了 但是问题是人心的火灭的了吗 哪那么容易啊 你虽然说不敢说人心慌慌吧 但是慌慌人心还是有啊 肯定没那么快能平息下来啊 这个必须得看到什么 得看到说你的日子还是像以前一样 平稳有序 而且呢甚至是越过越好 你像最近国家一系列的政策 比如说教育 教育里面的一系列的改革 他最后到底能收到成效吗 直接的观感是有一批的这个 培训企业就下岗了 还有一些这个家长在教苦啊 对吧 你把周末周末的培训班取消了好啊 那孩子现在变成一到五 可能说每每天放学以后的这个培训时间 越来越长了 孩子时间越长你就别小看 那家长去接他的时间不就越晚了吗 那那整个的就 很累啊 对吧 一系列的东西你得看到一个 运行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的这颗心才能放下来 我相信国家肯定不会杀富济贫 肯定不会 以前犯过的一些错误啊 再去犯 但是那些啊 老是喜欢盯着人家这个开裆裤 这个穿开裆裤时候犯的那种错误啊 那种人的心里啊 就跟那个斯先生的那个智商一样 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吧 我最后还是想说希望国家以后啊 这个有这个新的政策出来 尤其是这种 涉及到 分配的这种政策啊 还是能够跟整个社会先打一个招呼啊 看看大家的想法能够一开始就能够做一个完整的解释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啊 不必要的这种 风波吧 就会少一些啊 最后还是一句话 希望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层要团结啊 上层不团结 社会就会 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稀奇古怪的一些情况 李光满的这种人 对吧 上次可能是张文宏的事情 这次可能是这个三次分配的事情 那下一次呢 永远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国家是团结的 你一开始 整个的这个政策 解释 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 尤其是之前 颁布之前的话 你就能够 有一些这个预热的话 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这样的动作吗 好吧反正关于这个 李光满和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 新闻的话呢 跟大家先说到这儿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 大致告一段落 但是呢 可能后续的 你要消除你整个心里面的一些这个 余波啊 这种带来的这个 震荡的这个余波啊 还需要一段时间 看看整个国家的政策运行怎么样吧 好吧 这条新闻就到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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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